好的 这位朋友他跟我们留言 他说他在身边有一些朋友去闻了眉毛 感觉闻完了以后没有自己以前的眉毛好看了 但是又有些朋友闻完了以后 这个眉型是非常的好看 看起来也非常自然 他就想请教一下这方面的专家说 做眉毛 闻眉毛到底需要怎么样去选择 怎么样做才好看呢 我们赶快请出我们的明星御用文秀师 Vicky 吕伟来帮忙回答 李小姐你好 你好 你好 早安 就是关于这个闻眉毛 因为有些朋友他就是一直在打听说 他有时候想去闻又怕就闻坏了 那这种情况你有什么建议呢 首先他要找一个比较专业一点的 做了几年以上的文秀师 这样的话会根据他个人的情况 然后给他量身定制来给他设计眉毛 你刚刚说的有的人算眉毛不好看了 无非有几种是眉型设计的不好 或者是颜色选用的不对 再或者呢就是他的那个色彩的那个搭配啊 过度的不是那么的好 不协调 因为你知道有些时候我们看到有些人的脸上 就是他五官都比较平淡比较淡 但是他两个眉毛的闻的特别浓 特别深颜色啊 然后眉型还显得特别的这个夸张 所以这种其实是不太好的不太合适对吗 像这种的是不合适的 最好是洗掉再重新再重新做一个适合它的吧 现在一般的情况下都是以自然的为主 您说的这个自然的和这个以前的不自然它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自然的现在就是仿真眉啊野生眉啊就比较自然一点 像自己的眉毛生长出来的似的 按照他的眉毛生长出来的方向来设计这个线条 就以假乱真吧 对因为有些时候我看到有些朋友的眉毛长得很好看 偶尔说你的眉毛修得不错啊 他说不是我是闻的啊 所以他这个看起来就像自己真的眉毛一样是吧 没有像以前 因为以前我记得像我阿姨他们闻的那个眉毛就是那种 就是不仅有点就是他不像黑色 它像蓝色还发青就是感觉特别奇怪 对以前的重金属色料是这样的 从黑色变成蓝色 对这种的再泄不出去必须要洗掉了这种 必须要专门去洗掉 那么洗眉毛这个过程会不会很疼啊 敷上舒缓了之后会好一点 当然了会有一些疼痛 这个是必须要承受的 不是全程是一点都无痛的 会有一点吧 那就是有些朋友就会担心说 他这个以前比如说闻的比较失败的眉毛 他去洗完了以后 那还会有一点淡淡的影子在那吗 还是就是洗得干干净净 不会洗得干干净净 洗得有一些影子没关系 还可以改 用现在的仿真眉的技术来帮他修改 这样的话不用洗得特别干净 大概洗两到三次吧 就可以改 我想请问一下Vicky 就说眉型对这个脸型是不是要有比较讲究啊 也就是说不同的脸型 可能闻不同的眉毛是这样吗 对啊 现在是偏长一点的脸型啊 圆脸型啊等等 一般情况下就几种眉毛了 标准眉啊 高潮眉啊 平滑眉啊 流星眉啊 就在这种基础上再来演变一下 那个现在比较流行 我觉得前段时间包括现在都比较流行 这个韩式的一种平滑眉是吗 就整个眉毛都是平平的 就往后就是比较长的那种 那就是比如说因为我的脸型是比较圆的 所以我适合这样的眉型吗 你不太适合 你要脸型圆的话 你适合流行眉 流行眉又是什么样子呢 在这个平滑眉跟高挑眉之间会有一些眉峰 然后眉尾呢是像流行滑过似的 比较自然的弧度 嗯 反正那也是希望您能提供一些照片给我们 这样的话我们方便在4.2华语电视的电视屏幕上 告诉大家说你所说的这个流行眉它到底是什么样子 就比如说这个长脸型的话它适合什么样的眉型呢 长脸型的话适合稍微偏平一点的 好的 非常感谢我们的这个运用这个明星运用的文秀师Vicky 谢谢你 谢谢 好 谢谢你的回答 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